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愿以此为基础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包括创新驱动格局 投资金融格局 能源合作格局 经贸互惠格局 以及人文交流格局 包括欢迎阿方银行机构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 在人工智能 空间信息等领域共建十个联合实验室等 中方将同阿方在生命健康 人工智能 绿色低碳 现代农业 空间信息等领域 共建十个联合实验室 愿同阿方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共同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 中方愿同阿方守望相助 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 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相信这将成为中阿关系又一座里程碑 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 习近平表示 战争不能再无限继续 两国方案更不能任意动摇 中方坚定支持建立 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支持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失效的国际合会 中方将在前期一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上 再提供五亿元人民币援助 支持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 并将联合国 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提供300万美元捐款 支持工程处向加沙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阿拉伯言语说 朋友是生活中的阳光 我们将继续同阿拉伯朋友一道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团结共创未来 让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大道充满阳光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30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与会嘉宾握手拍摄大合照 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深化合作既往开来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跑出加速度的主日演讲 巴林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托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阿蒙秘书长盖特先后发表讲话 开幕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以及阿方主席毛利坦尼亚外长 马尔索克共同主持 论坛将就落实领导人共识 拓展中阿各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行深入探讨 会议计划通过多份成果文件 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 规划下阶段合作 并就巴勒斯坦问题 发出中阿共同声音 那么有关于中阿合作论坛 部长期会议的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 本台驻北京记者尼小文 去了解情况 小文中午好 杨子王峰中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主席在今天上午的发言 还有哪些重点内容 围绕着巴勒斯坦问题 中方有哪些表态 那么另外接下来 还有哪些重要的议程 好的王峰 那我们也重点关注到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那一方面啊 它是阐述了 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中阿关系的中方的一些主张和立场 那包括中方其实一贯主张的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文明之间的交流 互建等等这些原则和立场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重点关注到 这次啊 在这个首席中阿峰会的基础上呢 习近平也宣布 要同中方来 要同阿峰来构建新的五大合作格局 而除了传统的中阿之间的能源 贸易投资合作之外呢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这五大格局当中呢 是把创新驱动放在了第一位 而且提出啊 要同阿峰来共同建设 在人工智能 绿色低碳以及现代农业等领域的 一共有十个联合实验室 其实我们此前关注到 有媒体报道 其实有迹象显示 美国正在施压一些中东国家 要求他们切断与中国的 在这些高科技领域的 这些合作和联系 但这次呢 中方主动宣布了这些举措 那也是表明了 中阿双方在推动 包括人工智能 等一些前沿领域的 这种合作的共同的意愿 也是反映出 中阿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都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那另一个焦点 我想大家都关注到的 就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中方的表态 那么今天呢 中方也是重申 坚决的支持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权利 而且是宣布了 新轮五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 而且我们关注到 在开幕式当中呢 四位出席开幕式的 阿拉伯国家的元首 也都是对中方的立场和举座 表达了高度的赞赏 那相信呢 在今天的论坛的期间啊 中方也会和阿拉伯国家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 一致的 也是更具有分量的这种共同声音 那么再关注到 接下来的议程啊 那么在今天开幕式结束之后 在稍早之前呢 论坛已经开始了 第一阶段的会议 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以及毛利塔尼亚的外长 也是这次阿方的轮值主席 马尔祖克来共同主持 在今天白天的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会议全部之后呢 在下午稍晚一些时候 王毅和马尔祖克 以及阿蒙秘书长盖特 还会共见记者来宣布 这次论坛的成果 那预计呢 论坛将会通过北京宣言 以及论坛2024年到2026年的 行动执行计划 并就巴勒斯坦问题 来发表联合声明 好 以上就是我们在北京现场 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马上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们 杨子王峰 好 谢谢文从前方 带来的观察报道 那今年呢 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作为过去50年里 中阿关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 是中阿关系在发展进程当中 一次质的飞跃 在历史上 首次为中阿集体合作 提供了重要制度框架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双方集体合作取得了巨大飞跃 论坛各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 已经涵盖了政治 经济 文化 媒体和发展等各领域 并举办了大量的会议和活动 2004年1月 中阿宣布建立合作论坛 同年9月 双方签署成立论坛的有关文件 这是过去50年里 中阿关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到2022年12月9日 首届中阿峰会在利亚德召开 这在中阿关系史上上述首次 会议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了利亚德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 全面合作规划纲要 深化面向和平与发展的 阿中战略伙伴关系文件 三份成果文件 推动双方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中阿合作论坛之所以能够成功 主要归功于双方强烈的政治意愿 此外 中阿双方认真落实 论坛行动执行计划 逐步拓展论坛机制 推动论坛取得切实成果 增进了阿拉伯国家 同中国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上述努力对发展中阿贸易关系 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双方贸易额自论坛成立以来 增长了10倍多 从2004年的367亿美元 增至2023年的近4000亿美元 中阿合作的基础是 尊重联合国宪章 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和平共处原则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在国际关系中 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主权平等原则 以及相互尊重国家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 中阿双方在各类会议中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协调立场 在维护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相互支持 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事业 支持其维护国家利益 阿拉伯国家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9号举行仪式 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根本出路 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习近平29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决心仪式 欢迎埃及总统塞西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军乐团奏 埃中两国国歌 名礼炮按时一响 塞西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埃关系已经发展成为 中国同阿拉伯 非洲 伊斯兰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 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 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 十年来 我同总统先生 先后十一次会面 共同引领双面关系 蓬勃发展 中埃关系 已经发展成为 中国同阿拉伯 非洲 伊斯兰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协作 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指出 先行事下 建设更具内涵 更有活力的中埃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68年前 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 率先同新中国建交 任凭国际形势 风云变换 两国始终相互信任 真诚合作 携手发展 新形势下 建设更具内涵 更有活力的中埃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愿同阿拉伯不断生化互信 推进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力 为是一区乃至世界 和平 稳定 发展 繁荣 共赏力量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中埃各领域交流合作 面临历史性机遇 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携手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埃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埃方进一步密切 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精装国家合作机制 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不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塞西表示 埃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努力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埃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藏 人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埃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赋埃投资合作 助力埃及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耽误之急是立即停火指战 避免冲突外溢 冲击地区和平稳定 防止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塞西表示 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始终主持公道 坚持正义立场 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加沙地区紧张局势 尽快得到缓解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科技创新 投资和经济合作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塞西举行欢迎宴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代表 向他们致于诚挚问候 勉励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辅警 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天下午4点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 同大家亲切握手 不时交谈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蔡奇 丁薛祥 李希参加会见 陈文青参加会见 并在29号上午召开的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 他指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过硬公安铁军 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互稳定促发展 先定不移走改革强警之路 奋力开创公安工作 现代化新局面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29号启程前往新加坡 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 并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举行会晤 而美国白宫在当天表示 香格里拉对话是一个阐明 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利益的重要机会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本周将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并发表主旨讲话 在新加坡期间 奥斯汀将会与新加坡新任总理 黄巡才等高级官员会面 并与东南亚国家的防长 举行多边会议 还会出席美日韩防长会谈 美国白宫29号表示 香格里拉对话 一直以来都是阐明 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国际场合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主旨讲话中 将会讨论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 以及如何加强美国的军事态势 和投资美国所需的能力 美国五角大楼早前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奥斯汀计划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举行双边会晤 由美方官员透露 届时中美双方将会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 奥斯汀将强调中美军事对话的重要性 以避免两军交流再次受阻 在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后 奥斯汀还将前往柬埔寨 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而中国也将成为焦点之一 奥斯汀将寻求说服 曾就读于西点军校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在外交上能够与华盛顿更趋同 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美国专家指出 一次短暂的访问 不太可能会改变柬埔寨的地缘政治轨迹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本周末将会在新加坡登场 有学者认为 如何维护亚洲地区的安全不被破坏 将是本次的讨论重点之一 而中美双方预计会就各自立场进行博弈 香格里拉对话会自2002年开始举办 一直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防务会议之一 中美两国防长预计会在相会期间会晤 这也是两国防长近两年来 首次实质性的面对面交流 中美这两个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在今年的相会上 您觉得会有一些怎样的互动 或者说是交锋呢 估计会针对中国 比如台湾问题上 在南韩问题上 我们会看到可能美国方面对中国会有很多的批评 毫无疑问中国方面也会反击 中国方面会讲 中国官方对这个地区安全的秩序 一些安全政策 一些安全问题应该怎么样应对 会强调中国跟周边国家的这些合作 以哈战火持续 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和反应不一 学者认为一些亚洲国家 可能在这次相会上 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表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比如说 本国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的这些个国家 预计他们会对以色列进行批评 包括对美国的这些大力支持以色列 也会进行批评 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从本周五一连三天举办 除了缅甸局势俄乌战争 去年十月爆发的以哈战争 预计也将是今年对话会上的讨论重点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也将在星期天上午 就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 风华卫视记者刘备 新加坡报道 中美地方气候高级别活动 29号在九金山湾区的伯克利举行 包括中美气候特使 加州两任州长 广东省省长 中国驻美大使和美国驻华大使等近千人 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和出席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为双方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 以及中美湾区伙伴关系感到自豪 当年的活动 与加州的前州长 以及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主席布朗 的致辞拉开序幕 中国气候特使刘正明以视频的方式出席 并在讲话中称 应对气候变化 是中国和加州开展地方合作的重要领域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波德斯塔斯表示 尽管中美的关系是复杂的 但在应对气候方面的合作则是必须的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广东省和加州 作为中国和美国第一大的经济省和州 更是作为中美对方气候合作 结队示范的州省 在迎来与广东结好十周年的时刻 纽森为两地务实的合作 加快绿色的转型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感到自豪 没有更重要的关系 关系到关系的关系 我们两个国家 这就是为何我们很羨慕 这个专门的关系 他们会更弱在很多地方的美国 但不这里 我们不是全大幅图的中国和美国 但我们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正面的 我们是在一起工作 在真正的 试图解误识到一样 与真正的问题 當天報獲中國駐美大使謝峰 美國駐華大使伯文斯等嘉賓 進入視頻的方式參與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 資源節約和環保司司長劉德春 公布了包括 與美國能源部就探普桌 利用和封存項目合作 與加州政府達成加強發展 和綠色轉型的重點合作清單等 中美地方氣候行動高級別活動的 多達10項的成果 廣東省省長王偉忠表示 廣東和加州作為友好的省州 將加強在綠色發展領域交流合作 我們將以落實陽光之鄉聲明為契機 按照廣東與加州明確合作的事項 加強綠色發展領域的交流合作 進一步深化碳中和空氣污染防治 碳排放交易 生物多樣性保護 氣候投融資等等方面的互利合作 在當天同時舉行的中美灣區論壇上 多位來自粤港澳大灣區的官員出席 香港財政司司長成毛博表示 在面對氣候變化或地緣正式危機時 保持公開坦承溝通的重要性 並向各界介紹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其獨有的優勢 作為落實和推進中美領導人就今向願景的延續 中共和加州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實質合作可謂是碩果累累 就像加州長紐森提到的不論華盛頓的氣氛如何 加州和中國作為夥伴關係將會持續進行 以色列坦克繼續在加沙拉法推進 以色列宣布對加沙地帶與埃及邊界的廢城走廊實現完全作戰控制 以色列29號繼續派出坦克在拉法推進 當地機民表示 以軍坦克已推進到拉法西部的特爾蘇丹 中部的伊布納和沙布拉附近 其後撤退到加沙地帶與埃及接壤的緩衝區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29號晚宣布 以軍對加沙地帶與埃及邊界的廢城走廊實現完全作戰控制 他並指控哈摩斯通過廢城走廊向加沙走私武器 最近的軍隊的軍隊被解決了 軍隊的軍隊在加沙地帶與埃及邊界的廢城走廊 在派出坦克在拉法西部的軍隊 在加沙地帶與埃及邊界延綿14公里長的狹長土地 哈加里說 以軍在費城走廊附近發現約20條地道 正在對其進行調查和摧毀 此外以軍還發布一段影片 稱哈馬斯在距離埃及邊境不遠處偷藏火箭彈 設立火箭彈發射點 而衛星圖像顯示 日前遭以軍空襲引發大火 造成至少45人死亡的特爾蘇丹難民營地 已變成一片焦土 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哈內格比表示 以軍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將至少再持續7個月 起碼貫穿今年全年 富豪衛視綜合報導 對於以色列國防軍在29號宣稱 已經控制了加沙和埃及邊境 長達14公里的戰略走廊 但美國白宮當天並沒有證實 但表示了解以色列的行動計劃 另外白宮透露 目前正在考慮一項新的 人質與停火協議行案 並且得到了以色列的支持 美國白宮29號表示 當以色列國防軍當天宣布已經控制這條走廊時 拜登政府並不意外 而對於以色列國防部長稱 加沙戰爭將會持續到年底 白宮並未表達任何立場 只是希望能夠盡快結束戰爭 柯比證實 即本月早些時候談判破裂後 目前有一項達成釋放人質和停火的新提案 正在討論中 以色列也完全支持這項新提案 但柯比拒絕透露詳細的內容 鳳凡卫視 王冰如 王天逸 華盛頓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29號就巴以局勢召開會議 聯合國官員警告稱 以色列進攻拉法對當地造成巨大破壞 中方則表示 安理會必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推動立即停火 中方還對以色列襲擊加沙十多處的難民營 表示強烈譴責 安理會29日就巴以局勢召開會議 聯合國負責中東和平進程的特別協調員 文內斯蘭表示 以色列進軍拉法給當地帶來巨大破壞 平民商務人數不斷增加 他強調以色列不應該在加沙長期駐軍 加沙現在是 而且必須繼續是未來巴勒斯坦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副從表示 放任加沙戰火燃燒 只會讓整個地區陷入更大的動盪 安理會必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推動立即停火 中方對以色列襲擊加沙十多處難民營 表示強烈譴責 安理會多次就此展開討論 明確釋放不得進攻拉法的強烈信號 國際法院發布臨時措施命令 立即停止對拉法的軍事行動 儘管如此 以色列仍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 對加沙十多處難民營進行轟炸 導致大量無辜平民喪生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阿爾及利亞已經向安理會遞交了一份決議草案 這份草案是有關於拉法停火的內容 草案當中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一切軍事行動 進行人道主義停火 並且雙方都要無條件釋放所有的人質 中方已經表示會支持這一份決議 而美方則認為這份決議對於緩解當地的局勢 沒有任何幫助 鳳凰威視 陳寅謙 江廣富 紐約聯合國總部報導 去年爆發的新一輪以哈冲突 也改變了不少以色列人對於巴以關係的看法 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認為 有必要徹底地剷除哈馬斯 相反 相信兩國方案能夠帶來和平的人 則是越來越少 好 來看前方記者發回的報導 李奈仁至沙尼盧克的父親向本台表示 失去女兒 讓其選民立場由衷轉右 並震驚以政府放任哈馬斯 獲得並支配以色列和國際的援助 打造繁衣武裝 造成悲劇 尼西姆告訴本台 他和他的親友相信 只要哈馬斯還存在 以巴之間就沒有和平 從近期耶路撒冷郵報公布的一份民調中 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以色列人希望徹底消除哈馬斯的威脅 而越來越少的以色列人相信兩國方案可以給巴以之間帶來和平 鳳凰衛視胡小宇 史恆斯黛羅特報導 野門胡塞武裝發言人薩雷亞29號表示 胡塞武裝在野門中部馬里布省 擊落了一架美國MQ9無人機 還對在鴻海 阿拉伯海 以及地中海航行的六艘貨輪發動了襲擊 胡塞武裝當天公布的視頻顯示 一架美國MQ9無人機在馬里布省的沙漠 被一枚地對空導彈瞄準 但是美聯社分析圖像之後稱 這架無人機尾部組件與機身斷開 機體基本完好 沒有明顯的爆炸損傷 並且飛機上沒有任何的標記 美聯社還引述美國防官員的話稱 美國空軍沒有損失任何在美中央司令部責任區內運作的飛機 此外 胡塞武裝稱 使用導彈和無人機在鴻海分別襲擊了三艘貨輪 其中一艘被直接擊中 嚴重受損 而在阿拉伯海 胡塞武裝襲擊了兩艘美國貨輪 在地中海 也有一艘貨輪遭到胡塞武裝的攻擊 5月29號 烏軍集結了50個營的兵力在沃爾昌斯克等區域進行反擊 於此同時 俄軍則暫停了積極的軍事行動 在等待彈藥等後勤保障 在頓巴斯中線的克拉斯諾哥羅夫卡 俄軍已經佔領了該市區60%以上的區域 從前線無線電截獲信息顯示 烏克蘭武裝部隊即將開始撤出該市的行動 來看一下本台記者發自頓涅茨克方向的現場報道 這裡呢 就是頓涅茨克的戰線 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呢 特別是俄軍也是加強了在頓巴斯北線的攻擊的態勢 俄軍也在烏格萊達爾 特別是在頓巴斯的中線呢 是展開了自己的攻擊行動 當然咯 在這兩個方向的戰鬥目前進行的十分的激烈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在這些方向上的軍事的態勢 週三 哈爾科夫戰線 俄軍控制著沃爾昌斯克北部和沃爾奇亞和右岸等區域 兩軍主要戰鬥發生在市石料廠附近 在市區巷戰中 烏克蘭守軍受到夾擊 無法離開市中心陣地 烏軍只有依託沃爾奇亞河以背水一戰 週三 俄羅斯武裝部隊在馬林卡北翼克拉斯諾格羅夫卡作戰 效果積極 在阿富杰伊夫卡西域的波貝達以南 康斯坦丁諾夫卡和沃迪亞諾耶方向 俄羅斯部隊正向康斯坦丁諾夫卡烏格達爾公路移動 俄羅斯國防部指出 烏克蘭軍方多次在敦巴斯接触線使用化學武器 俄羅斯前線醫務指導也發册子進行科普 在前線的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突擊隊配備的毒氣手榴彈 這些化學物質爆炸會刺激皮膚和黏膜 並會引起支氣管炎和肺水腫等症狀 鳳凰卫視盧以光 伊万 阿拉曼 烏拉特 頓尼茨克的報道 俄新社在30號引述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稱中國可能會安排一場有俄羅斯和烏克蘭兩方參加的和平會議 形容此舉是中方為克服危機創造條件的相關努力的延續 他並表示俄方贊同中方立場 認為必須消除衝突的根源 同時考慮到各方的合法利益 在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的基礎上達成協議 歡迎回來 投資者壓住全球利率在更長時間維持在較高水平 也拓累了亞太區股市今天普遍偏軟 日本股市午後跌幅收窄至大約1.2% 韓國股市也下跌超過1% 而台灣股市則是下跌不足0.9% 內地呼聲兩市也是震盪走弱 但創業板指靠穩 來看一下具體數字 互指在中午暴3107點下跌3點 跌幅0.12% 半日成交1892億元人民幣 深程指在中午暴9407點下跌7點 跌幅不到0.1% 半日成交2521億元人民幣 香港股市方面 橫指低開53點隨後跌幅擴大 橫指在中午暴18252點下跌224點 跌幅1.22% 半日成交619億港元 再來關注到的是德國媒體報道 歐盟委員會考慮將針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的針對性關税 推遲至歐洲議會選舉之後才決定 德國明星週刊就報道指出 歐盟委員會決定推遲到6月9號 也就是歐洲議會選舉結束之後 再決定是否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針對性的關税 原因是避免相關問題成為選舉議題之一 歐盟原定計劃在6月5號公布 對於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日前有報導指出 歐盟曾經向比亞迪和吉利汽車等 三家中國電動車生產商警告 指他們沒有提供足夠的反補貼調查的資料 中方對此已經表達高度關切和強烈崩買 中國代表團28號針對少數國家 在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一般性辯論上 就台灣問題發表錯誤言論行使答辯權 代表團指少數國家發表不負責任言論 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方對此表示嚴正抗議 堅決反對 中國代表團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世卑大會日前已經做出拒絕涉台提案的決定 希望極少數國家要面對並且接受這個現實 大會的決定也表明 一個中國原則得到世界上 絕大多數秉持正義國家的堅決支持 任何違背挑戰這一原則的圖謀 只能以失敗搞中 相關國家嚴必談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那就應該模範遵守國際規則 奉勸相關國家遵守世衛大會的決定 恪守聯大和世衛大會決議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我們再把焦點轉向台灣 民進黨執策會執行長王毅川日前透露 藉由手機訊號得知集會參與者的相關資訊 遭到質疑監控人民 事件在台灣持續的延燒 國民黨中央在30號就召開記者會 批評民進黨對於違法監控儀式越瞄越黑 要求賴清德出面說明 不要引發民眾苦慌 不要讓台灣瀰漫著綠色恐怖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日前公開表示 他們透過手機訊號分析群眾運動的年齡層分布 與相關資料引發嘩然 遭外界質疑此舉是在監控人民 雖然民進黨變成這是商業市場 進行活動調查的基本方法 還是無法取信於民 相關的這些民進黨的說法 只有越瞄越黑 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我們真的要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這麼樣的巨細迷移 知道你有沒有去哪裡 你沒有去哪裡 誰有這樣子的 權利 三番兩次的提到了 臉孔 兩個字 大家可以回去看重播 他甚至講的不是數據本身 他甚至講的是臉孔 他要如何知道 這個過程當中 不同的活動當中的臉孔 是不同的 國民黨中央30號召開記者會 強調未經過當事人同意下 電信業者是不得提供用戶的 個人資料給第三方 即使是公益性質為目的的調查 也要對外公告 而非擅自侵犯個人隱私 謀取政治利益 要求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要出面說明 還給民眾事實真相 這些資訊曾經被拿來 用作什麼樣的 發佈一些假的訊息 然後來做一些動員 因為你從這些 他所有的這個脈絡來看 這些東西都是合理的懷疑 我們要請賴清德主席 一定要出來講清楚 不要引起大家的恐慌 民進黨疑似用手機監控人民 引發了軒然大波 台北地檢署已主動分他字案偵辦 要釐清當中是否有不法情勢 鳳凰威視 龐士廷 金敏懷 台北報導 歡迎回來關注一下香港 香港憲法和基本法推廣都島委員會 轄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在30號宣布 將以愛國愛港愛社區為主題 舉辦吉祥物創作和標誌設計比賽 邀請中小學和大專業學校的學生參與其中 如果獲得簡選的吉祥物標誌 我們會推動政府 在合適的時候 特別是75周年國慶 又或者我們未來小組的活動 都是會使用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很希望呼籲特別是年輕朋友 很需要你們的參與 我們今天開始就會發信給各大學 中學 小學 希望大家都留意學校的通告 工作小組組長李輝雄表示 有意參加的學生 可以在5月30號到7月15號期間報名 小組未來還會以愛國愛港愛社區 主題推出一連串的活動 又會推出宣傳片 他還提到 早前有不少市民以及團體 就如何在香港 更好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提供了意見 那小組會整理有關意見 以便下次開會討論 香港35家顛覆案 早前不認罪的16名被告 30號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決 其中兩人脫罪 餘下14名被告被裁定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 早上8點多 法院外已經有傳媒及公眾人士聚集 也有警員在場戒備 這是首宗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 由3名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案件的審訊從去年開始 歷時118天 早前31名被告已經認罪 正在等候判刑 而其餘16名不認罪被告 被指合謀操盤初選 操控議會 無差別式否決議案 甚至癱瘓政府 逼迫行政長官下台 意圖推翻政權等 本次被裁定罪程的14人 包括鄭達鴻 陳志全 鄒嘉誠 林卓廷 以及梁國雄等 再來看國際方面消息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在30號稱 朝鮮在當天早晨的6點14分 從平壤順安地區 向半島東部海域方向 發射了約10枚短程彈道導彈 韓聯參旨 朝鮮從平壤順安地區 向半島東部海域方向 發射了多枚短程彈道導彈 韓國軍方正在分析導彈型號 飛行距離等具體參數 日本海上保安廳引述多名 防衛省官員的話稱 導彈似乎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之外 暫時沒有船隻受損報告 此次發射也是朝鮮時隔13天 再次發射導彈 本月17日朝鮮採用新版制導技術 在東部海域進行了戰術彈道導彈試射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觀摩了武器試射 並對自主開發和成功采用新版系統 表示極大滿意 凤凰衛視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蘇納克此前宣布 英國將於7月4號舉行大選 並請求解散議會 英王查爾斯三世隨後批准請求 30號英國議會正式解散 隨著議會的解散 為期5周的大選競選活動也將開展 根據英國法律 議會在大選開始前25個工作日 自動解散 自2010年 時任首相卡梅倫 帶領保守黨贏的大選以來 保守黨一直是英國執政黨 而民意調查顯示 自2022年10月蘇納克執政以來 反對黨工黨對保守黨 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領先優勢 根據英國民調機構的最新結果 截至5月16號 保守黨的支持率 近為20% 而工黨的支持率 則是為47% 工黨等黨派不斷的施壓 敦促蘇納克儘快舉行大選 而南非全國選舉在29號的投票 已經結束 那結果呢 將會於6月2號正式公布 這可能是南非30年來競爭 最為激烈的一些選舉 在南非30年來競爭最激烈的選舉之一 南非獨立選舉委員會說 南非全國公設2.3萬個投票站 本次大選出則選民約2767萬人 佔全國人口超過4成 共有70個政黨和11名獨立候選人 參加全國和省級議會選舉 拉馬菩薩早些時候在投票後表示 他相信非國大將贏得絕對多數 南非的失業率現實略低於33% 是全世界最高的 選民除了關注計月問題 還聚焦貪腐猖獗的犯罪和不斷升級的能源危機 但也有部分選民考慮到國際問題 我現在在選舉委員會全國選舉結果運營中心 選舉結果將於當地時間周四早上 開始逐漸出現在我身後的屏幕上 正式結果將於6月2號公佈 鳳凰衛施莎伊德 南非約翰內斯報報道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五件專列 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 稍後我們播出的各界新聞 拜拜